大家好 又到了我小明报新闻的时候 那这一期的美洲360有什么重点新闻呢? 现在话不多说 就让我带大家去回顾一下 第一只新闻 先来说这个本地新闻 这个应该是不少人蛮注目的啦 那就是 长得挺帅 吸睛程度很高的 Volkswagen Arkeon 要在我国推出小改款了 而且这一回这个 Volkswagen Malaysia 决定不让它只靠样子吃饭 原厂还为它换成了实力更强悍的这个高功率引擎 而且还有 4Motion Team 在外形上这个小改款的 Arkeon 改变不多啦 但是颜值上又加分了 像是前脸部分就有从这个 LED 头灯一路延伸到水箱护照的 日行灯条设计 看起来更加有质感 然后重新设计以后更加好看的这个保险感也是让这个前脸加分不少 其他部分像是这个全新的轮圈设计 还有就是同样也是变得更好看的熏黑式尾灯组 真的是让这台车的颜值再提高 那其实在外国呢这个小改款的 Arkeon 还多了这个 Shooting Brake 略装旅行车的款式 不过这个是不会来到我国啦 也令你懂的 至于在内装方面呢 首先最明显就是中控台上半部 很明显是整个重新设计过了 包括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也不一样了啦 那改款前那个经典的钟表呢也被拿掉了 同时这台车也换上了和 Golf Mark 8 一样的方向盘 它的这个按键呢也是时下流行的这个 Hot Touch 热触感设计 同时恒文空调系统的这个按键呢也是一样 采用了这个 Hot Touch 的设计 这个基本上也是 Voxoen 最新的一个家族式零件啦 只不过可惜的是它的这个排档感 还是和改款前一样的一个传统排档感 不是现在流行的这个漂亮的电子排档感 而 Voxoen Malaysia 在官网所释出的预告也似乎透露了我国的这个小改款 Arteon R-Line 4Motion 它会有类似跑车同意的这个前座座椅设计喔 上面还有一个 R 的 logo 而且还是采用NAPA 的这个高级皮革打造而成的 不过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动力才是我国的这个小改款Arteon的重点所在 虽然这次没有引入小改款新增的这个 Arteon R 性能版 可是呢这一回 VPCM 他舍弃了之前的这个低功率的 EA888 而是改了采用这个高功率的版本 也让这一具 2.0 TSI 涡轮质量引擎的最大马力提升至 280ps 风支扭率也有一个 350 Nm 这个输出基本上是比 Golf GDI M8 还要高了啦 也比之前的那个低功率版本的多了一个 90p 的马力 还有 20 Nm 的扭力 而且重点是它还有这个 4M 全驱系统 在这些所有组合之下啦 这台车的 0 百加速如今只需要 5.6 秒 哇 说着说着我都有点小兴奋了喔 有了全驱 Output 又高了那么多 这个小个款应该会比我之前试的那一家 Arteon R-Line 还要更快更准 操控方面也应该更加的得高 只是多了这样东西 会不会贵很多喔 神奇的地方来了 VPCM 在它的这个预告所提到的 Estimated price range 预计价格呢 居然是 245,000 到 255,000 也就是讲这个性能 up 颜值 up 操控 up 配备 up 而且据我所知还会多了车车盲点侦测啊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啊 还有车道尾是辅助功能的 小块款 Arteon的 这也全部弄到来 只是比之前贵了 两到三万 只不过问题来了 这个价格呢 也能够买到这个 BMW Sarder 0i 还有这个 Mercedes-Benz C200 这一方面呢真的是 机头还有氛围的选择 一边是又帅又跑得 一边就 那个 logo 咯 身份的象征 你会怎么选呢 关于这个 Arteon 呢 如果你们想看一支更深入 更详细的讲解的影片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第二个新闻 也是一辆热门车 它就是 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在美国上市了 那在美国 Civic 呢 是有这个四种车型 并且拥有 2.0L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 1.5 VTEC Turbo 两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关于这个大改款的 Civic 呢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为大家讲解过几次了啦 大家就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拜点 回顾一下 那值得一提的是 这回这个美国的新一代 Civic 在上市之后呢 它的售价方面是有 稍微起价了 起最多的是这个入门版 有450块美金那么多 算到来差不多是一个 1900令吉左右啦 不过和当地的这个 Toyota Corolla 相比呢 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那相信来到我国的话 以 Honda Malaysia 一贯的手法 在价格这一块方面呢 应该还是会有 竞争力的 只不过呢 我就很好奇了 我国版本的这个新一代 Civic 会用什么引擎呢 1.5 Turbo 是肯定的啦 只不过这个入门版 会不会和美规一样 用这个2.0的 NA 那同时 还没有发表的这个新一代 Civic Hatchback 也在这个时候 不小心被人 泄露了出来 那从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除了有一位 以为这是恐龙的这个大哥以外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全新的 Civic Hatchback 将会和 Sedan 版本 拥有不同的尾灯组设计 在排气尾管方面也是有所不懂 就比较运动化了一点 这个 Hatchback 版还会有这个六速手牌可以选择 只是估计这个 Hatchback 版来到我国的几率 应该是不会很高啦 那讲到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和上一代的 Civic 相比 可以说是从一个 血气方刚的少年变成了一个 稳重的青年 这样的改变 你有什么感想呢 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当地的汽车媒体呢就已经试驾了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并给出超高的评价 表示这个 2022 Civic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Civic 哦 没有了下面还是很像 哇 这就真的是挺让人期待了哦 第三个新闻 Subaru 的森林人 Forrester 在日本推出了小改款车型 那这个小改款其实算是一个改进版啦 也就是所谓的 2021 版本 它在外形上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车头呢 是 采用一个很特别的头灯组设计啦 它有这个菱角的设计 一开始乍看之下呢其实我是觉得 好像有点奇怪 但是在看久了过后其实我反而觉得它有点点 前卫 搭配起这个原本的这个水箱护罩呢让整个车头其实看起来 在时髦的我个人觉得是时髦啦 的同时之余呢 也似乎比较年轻化了一点 你觉得这个车头如何呢 至于在车尾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啦 其实它还是没什么改动 就是沿用之前的这个 C字型的尾灯组设计 至于内装方面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改动啦 根据已经公布的这个官方图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原转只是在这个内装的材质方面进行了一些升级 而且在不同的这个车型上会采用不同的材质 其中顶级版呢就会直接使用这个NAPA ladder 也就是比较高级的一个真皮 让整体的这个质感更上一层楼 至于在配备方面呢 Subaru其中一个最大卖点也就是 iSight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在这个2021的Forester上面也获得了升级 首先它在硬体上呢这个镜头它就采用了具备广角镜的这个镜头 在进行识别的时候可以识别的范围更加的广 同时它的这个成功率也更加的高啦 加上它的这个 系统也是进行了升级 所以好像你在使用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的时候 它整体的这个动作会变得更加的 自然 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人在帮你开车一样啦 我相信这个呢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呢 绝对能够帮助你 更加的协议 在引擎方面这个日本的小款款Forester Forester 拥有两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是2.0L的混合动力引擎 以及1.8L的涡轮增压引擎 当然这两具自然都是这个Subaru最拿手的Boxer引擎 其中这具1.8L的水平对卧涡轮增压引擎 是全新开发的一具引擎 但是在这个小该款Forester之前呢 就已经使用在日轨的Forester上面了 那根据原厂的数据 这具引擎的热效率是超过40%的哦 它的最大马力拥有一个177PS 而凤之扭力则是300Nm 并搭配这个同样是Subaru自驾的 Lineatronic CVT无端收变速箱 同时还有Subaru引以为傲的 SAWD全时四轮传动系统 目前根据官方的这个消息呢 这一款2022的Forester将会在 今年的8月以日本正式上市 至于会不会来到我国呢 相信是会的 只是 几时这方面就暂时没有消息了啦 基本上我们是觉得应该都是要明年才会有消息了 因为其实我国的这个Forester呢是从泰国入口 不过泰国目前也是深受这个疫情 还有就是芯片短缺的问题所控制 所以许多的这个新车的发布也是 都拖辞了 这方面呢只能说 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就讲一点特别的 那就是新能源车款 全新的BMW iX eDrive50在泰国发表了 那这款纯电的宝马SUV是直接从 德国CBU进口到泰国 在当地呢开价是 599900 60万泰铢啦 那换算到来是一个 79万3000令吉左右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批跑电的德国马 有什么厉害 首先 iX BMW 首款纯电的高性的SUV 它结合了许多BMW的黑科技 还有新艺术 在身形上它其实并不小 轴距都有3000mm那么长 属于一辆中大型的SUV啦 它搭载的是一组双电动的马达 一个在前轴一个在后轴 实现了这个被称为 eDrive的四驱系统 同时还配有可以自动分配扭力的 这个电子扭力侦测系统 动力方面可厉害了啊 523PS综合马力 765Nm的综合扭力 0百加速只需要4.6秒 急速更是达到200公里哦 以这么一个大块头来讲 是很业下的 在续航能力方面呢它充满一次电可以走630公里 而充电方面使用普通的AC充电需要7个小时半 不过它也支援这个DC的200kW快充技术 只需要34分钟 就可以从0%charge到80%那么多 只不过这辆车的外形 嗯 我第一眼看 我不是很能接受啦 可能我老了 对我来讲有点太过前卫 整体的这个造型有点像指责的那个 You know 但是据说看见实车的媒体们都说 真车是很帅啦 你们觉得呢 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最后一则就讲一讲本地的一则 造回消息啦 Record 的这个新闻 如果你是这个2012到2018年的 Proton Predana 的车主的话 你可以要留意了 Proton 在上个星期就发出了一则Record 的通知 这项通告呢提到还有568辆 2012到2018年生产的这个Proton 还没回厂更换有瑕疵的这个Takata安全气囊模组 哇这个很大件事哦 那这个2012到2018年的Proton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Accord Dana啦 基于第8代的Honda Accord所打造出来的这个D-Sermon房车 包括那个外形没有改变的政府观测版本 还有外形变成Farspec 整个丝毛很多漂亮很多的民用版本 那Proton也在这个文告表示呢 其实他早在2019年就已经召回这一批车子了 设计的数目多达6432辆 可是截至目前为止呢 就是还有这568辆还没有现身 那在这里我也要呼吁啦 如果你是这款Protona的车主 并且没有更换过这个气囊模组的话呢 最好还是和Proton联系 安排一下回厂检查 并更换 毕竟这个有缺陷的气囊模组可不是弯弯的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其实之前本地就有 已经有几种这个Honda车款在发生车祸时 它的这个有问题的气囊弹射出碎片 致死车主的Case 它的这个碎片直接割到车主的景象哦 千万别掉以轻心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0的所有重点新闻 今天我所讲的车 你对哪一辆有感觉呢 选出一辆然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为什么好吗 还有就是这个Volkswagen Arteon的定价 你觉得OK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别忘了为这支影片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还有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那个小铃铛哦 那在这个PK PV PV PVPK FMP有期间啦 就希望大家继续乖乖待在家里 留守我们的这个频道 所看我们的影片 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的这个不同内容 有什么想要看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尽量做给大家 OK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